这是解放战争的起点 也是有着小长征之称的一次突围行动 国军以30万大军追杀我数万将士 经此事件后 国共将在全国范围内有我没你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中原突围 1945年8月中旬 日本投降后 国民党为了抢占胜利果实 窝居在西南西北的国军 清朝出动冲向东部 虽然8月底到10月上旬 毛主席和蒋介石在重庆 举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和平谈判 但国军没有拿出任何想要和平的诚意来 在谈判期间利用政策空刀 不断地进攻我解放区的地盘 哪怕后来谈判有了定数 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 但国军依然在踩使我军领地 其中有以中原解放区的问题最为危险 中原解放区 是我军在南方的根据地中 最为重要的一块 如果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那就换个名字 大别山 这里既能恶守长江 还能控制京汉铁路 同时南京武汉也全受其威胁 这最初是由李先念 带领新四军第五师建立的 后来随着日本的投降 我军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斗争力量 先后汇集了王震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 及王树生率领的玉西支队 成为了一支近六万人的庞大队伍 由于人员众多 每天人吃马胃就要很大开支 所以老蒋对这一地区采取了封闭式管理 他调集十一个军的力量 对中原解放区进行了分段包围 说严重点 就这块地区想飞出去个苍蝇 都得卸条腿给国军补补油水 他们还故意高价收购当地的存粮 拉高当地一切的消费 这样之下 很快我中原解放区的温饱成了难题 我党中央明确指示 中原解放区作为我军外线队伍 为全局做出了巨大贡献 所以刘邓军区和山东军区 扎紧腰带 把钱打给中原解放区 可是这样做 也仅能解决短期的问题 国民党哪怕每天蚕食一平方米 那他们也在不断地压缩我军的地盘 而且他们还有更觉得 所有支持我军的人 一经发现就会离奇死亡 甚至他们连投毒这种事都做出来了 先后发生过多次数百人中毒事件 我党为了解决困境 在多次交涉下 国共在罗山签署了罗山协议 协议规定 国民党允许我军向中原解放区输送给养 绝对不加以阻拦 协议钱是钱了 可当我们真运过来以后 又被他们以莫须有的借口扣押 并杀害了运送人员 中原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每天都有忍饥挨饿 出现的非战斗检员 毛主席教导过 存地诗人 人地皆诗 中原解放区再坚持下去 已经没有意义 于是我党代表周恩来 美国代表白鲁德 国民党代表徐永昌 组成的三人停战小组过来协调 其实最初周恩来总理的态度是 允许我们中原军区安全转移 也就是说 我军已让出中原解放区 这么大一块地盘为代价 换取六万将士之生存 但国民党一直以需要商量为有 一拖再拖 他就是既要地盘 还要杀我数万将士 可是每拖一天 我们的人就要挨天恶 所以我们退了一步 最终达成 允许我军把伤员送走 允许我们复员一批人 复员的这些人不带武器 拿好通行证 国民党需要保证他们 可以安然无恙地抵达家乡 此协议史称汉口协议 汉口协议 虽然没能为中原解放区 赢得安全转移的可能 但其实帮他们妥善安置了 绞成慢的人 也就是说我军没有放弃 一兵一卒一兵号 已经具备了突围的条件 下一步准备突围 日本侵华的起点是918事变 抗美援朝的起点 是熊啾啾气昂昂 跨过雅禄江 那请问解放战争的起点是啥 从本集开始 解放战争将全面开达 所以我们本集就讲 标志着全面内战爆发的中原突围 中原突围实际上是一场 很复杂的决策过程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 中原军区一直处于 是走是流的讨论中 国共谈判要崩就研究走 但凡看到一丝和平的希望 大家就立马争取留下来 其实我们常说的中原突围 已经是第二次突围了 早在1945年10月 经过了铜板战役后 国军就开始了 对中原军区的军事围剿 我中原军区在不断的反围剿斗争中 由于底子是新四军第五师 所以他们在第一次突围时 选择了冲着新四军军部的方向走 这便从平汉铁路的西侧 跳到了东侧 可跳过来以后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 大家以为和平很快就来了 希望能保住这片根据地 所以在大别山地区挺下了脚步 老蒋终究拿和平当玩笑 最初国民党集合了11个军 30万兵力 把我6万余人组成的中原军区 围了个密不透风 大概部署为三个军围住白雀园 宣化地儿 两个军控制平汉铁路 一个军沿着长江利用江坊保卫武汉 三个军清扫大红山四王山 还有两个军沿着汉江做江坊 防止我军向西突围 另外以重兵封锁了淮河沿线 可以说蒋介石不遵守任何和平约定 与停战约定 谈判桌说了 双方都裁军 他说好啊 以后我的师就叫整编旅 我的军就叫整编师好了 这样一来 从编制单位上来看符合了谈判要求 但实际上兵力总数并没有缩减 当然这一点咱也不骂他 因为咱们这边很多师级编制下 人员总数也都是个大怪物 而且咱们还有更聪明的 干脆用纵队更省事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以为和平真的要来了 而老蒋却利用这段时间 把包围圈逐渐地完成了合拢 时间来到1946年6月21号 中原军区截获了一封重要情报 蒋介石密令刘志 速监我中原军区 6月13号毛主席赴殿 立即突围越窥越好 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特别强调 此刻起中原任何行动和决策 都有你们自己决定 不需要请示 以免遗物时机 此时国军的包围圈已经非常完整 向东和向北的地形 都非常不利于我军数万人马的大部队转移 向南的话去哪呢 南方已经没有我军的主力和大部队了 却深入敌后 那最终的最终 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被包围罢了 所以只剩最后一条路 向西闯 过平汉铁路及汉江流域进入山西 老实说 中原突围的开端 我们失算了 说好听点 我们太希望和平解放全中国了 说难听点 我们被老蒋一次又一次的骗了 才导致中原失去了最佳的突围时机 如果从最开始 就不对老蒋会同意和平解放全中国 抱有任何幻想 那中原突围 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战役 不过这也正是我党和国民党的区别 只要尚有一丝可能 就绝不放弃和平的机会 如果能还人民以和平 那我军可以替百姓付出生命 此一背景介绍完毕 下边开始规划突围路线 当时我中原军区大部队 在平汉铁路东侧的宣化地 白雀园地区 在铁路西侧有二纵十五旅四十四团 以及江汉军区六千余人 国军的围剿计划是 两支预备队分别是 集结于战场北侧信仰的整编三师 和集结于战场东南麻城的整编二十六师 整编十五、四十一、六十六师 向心进攻宣化殿 此为第一围剿区 整编四十七、四十八、七十二师 向心进攻破皮河 此为第二围剿区 另外整编七十二师新十五旅 和整编六十六师一部 对攻羽王阵 此为第三围剿区 该方案于6月22号前完成兵力部署 26号开始正式进攻 我军收到情报后做了如下部署 抛出两枚烟雾弹 第一枚是鄂东独立第二旅 他们的任务一个是接管宣化殿 装作一切正常迷惑敌人 实则宣化殿地区的主力趁机转移 另一个任务是抢占佛塔山 挡住南侧敌人攻势 为主力转移争取时间 在大部队越过平汉线后 根据形式自主判断突围方向 第二枚烟雾弹是一纵一旅 他们的任务是伪装成大部队 向东洋洞 让敌人摸不清我军 真正大部队的转移方向 大部队兵分两路 以二纵为核心的北路军 和以一纵为核心的南路军 十五旅四十四团在铁路西侧 等待接应一纵 并掩护部队越过铁路 最后一纵和二纵在玉西会师 江汉军区西渡汉江进入武当山 建立厄西北根据地 部署完毕 开始行动